编辑第一章第七节 经威耶和华是知识开端 遇网人藐视智慧和训绘 没错,回来我们要讲的其中一件很重要的特点 我相信可以说反映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遇网人藐视智慧和训绘时会有什么现象 为什么要藐视? 藐视的意思是五汉是重要,五汉是答案 五汉是宝贵 虽然明明那些是宝贵,我们可以刷新而过 就像我提到一件很重要的特质 原来基督徒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他们去寻找,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寻找什么 而明明那些寻找那些东西的特性和特性 让他们知道自己寻找到之后,这是答案 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东西 第一,你不能全部都要保存 也不能全部都要坚持一生 简单来说,我们人生当中只能选几个东西 可以坚持我们一生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配偶坚持我们一生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理想坚持我们一生 你不能选择100万个,不可能的 而最惨的就是,你选择坚持一瞬间 你发觉错又变成另一个 原因就是来自你打从一开始 你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 又或者你想找那样东西是怎么样的 是有什么特征的 举个实际的例子就像我们人生的答案一样 这就是我推理的时候其中一个要推断的事实 就是其实我们要寻找什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那样东西又自己证明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当证明那个是那个实质的话 那那个是有什么特征呢 我将它打个比喻 就好像我们有机会去潜水 以前我当没有生存事件的时候 我们全职camp 简直是潜水camp 对于我、郑叔叔 很多这些有去玩全职camp的人来说 你潜水就知道了 你潜水的时候 其实在海底有很多的掩饰 有很多的误导 你一定要知道你下去的时候 如果你拔沙插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拔沙插 而最重要是你不单只知道你要拔沙插 你并且知道沙插是怎么样 你才可以一双双沙插拔上来 明白我说什么 而其中最明显的不是沙插片 最明显是鲍鱼 因为鲍鱼落到水底的时候 鲍鱼其实是跟那些石 可以说直成是变成一样东西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鲍鱼是怎么样 你以为 我记得我第一次 真正知道鲍鱼的特性 它的颜色 它附在石的时候是怎么样 我之前说潜水超过十次 十次下去又拔沙插 又斜青口 捉了海胆上来吃海胆刺身 我们直接拆了海胆 用海胆肉炒蛋吃 直接是这样 我们下水底玩到这样 我们又捉游锥 又捉用这些叉去叉一些蟹 直接是用鱼枪去打鱼 什么都做了 OK 但我下这么多次 我直接以为自己是从来没见过鲍鱼 OK 我直接在海底 有时在五分钟 慢慢在那里 幽灾 游灾 浮灾 有时会趴在那里 有时会反转 看着天空 即是你隔着海底看着天空 很有趣的 光一直照着 在海底潜水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在说 用完一支氧气军 就立即装第二支 又跳下去 用完第二支 又装第三支 就这样跳下去 这样的 在那里玩到这样的 但问题是 我之前超过十次潜水 但问题是 我以为自己一次都没见过 这些鲍鱼 直到 我差不多最后一两次 才知道鲍鱼完是这样 当它在水底 我才知道 才知道 我不是没见过 而是我见到之后 我都不知道 那样东西是什么 就像我说的 我发现了答案是什么 其实那八个月 我已经是 已经是很多次去否定 我自己的答案 然后重新尝试 以另一个观点当中 去推理 去找回 而到最后 只有一个答案 就一定是百分之百 因为当时我直成是会 每个星期都会录 很多主日港导带 这些带想着将来回 祝福弟兄姊妹 但我还未找到 真正的答案 因为 港导有时 不是等于神的话语的精要 我推翻了很多次 然后再次去寻找 我发现有一个共通点 所有我见到的身边的人 或者很多这些见证 我看到有些人是找到出路 有些人是找到光明的出路 有些人是找到少少的光明的出路 有些人是前途一片黑暗的 OK 亦真的在这么多年之后 看到他们的信仰 完全是触礁的 OK 但是当时我肯定了一件事 就是 那个能够抓住神话语 精要 而并且去执行的人 那个 的前途是最光明的 这是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 而不是单凭 人说我又说 而是我从很多方式去验证 而我也分享 在我身边说的 过千个做单位的 这些弟兄姊妹 她的人生就示范给我看 我能够有机会 又不用为我自己两餐休息 我自己又有机会 不需要为我自己前途休息 我就以一个很单纯的方式 去慢慢分析去理解 OK 但是这个理解 就导致我能够真真正正正理解 人生当中的观点 而导致我以一个正确的人生 去做很多事 而这个正确的人生 我相信如果我不说 甚至现在 你们都不会这样想的 不会向这个方向想 但是你不向这个方向想 神话语的精意 根本未碰到你 而甚至我告诉你 就算你站在这个祝福的边边 你有生之年 到你入棺材 都拿不到这个祝福 就是因为你不懂得这样想 原来神话语的精意 它慢慢会慢慢 将我们的观点和概念 它完全根据 然后你肯真的相信 你肯真的做 那样的祝福 就会谈到给你 我举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给大家理解 它如何改了我的思维方式 我的意思就是 记住神话语的精意 神话语的精意 除了震撼你 让你去知道神厉害 但是记住 它一定要改了你的思维 就是如果这个是真 那样东西一定是对的 你要这样过人生 那你才能拿到祝福 而不是说 这个是对的 OK的 行了 那是不够的 因为那是精意 那个精意是要属于 你的人生一部分 你才成为圣殿的 即是等于 那个是关于受证 是的 是健家师 但问题是你也不受证 你怎样成为圣殿的一部分 是的 我们主洗作盘是健家师 但问题是你从来不受证 那有什么用 是吧 我正在说这件事 原来神话语的精意 一定要改了你的观点 以及直成 你有这样的态度 那你就才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去接受一些人 从来没有接受的祝福 我举个很实际 和很简单的例子 看看这个会不会挑战到你的看法 但当我说完之后 我相信很多在我身边的人 这么多年都知道 我是这样的看法 但我只不过没有详细 告诉你 因为我相信我现在跟着说的 是挑战到所有我们教会当中 做领袖和全职的人 但是评讯到你听过之后 请你都真的以这个做一个标准 那你的祝福 在那方面的祝福 就真的无可限量 例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我理解了神话与正义的时候 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这么却步去全职呢 不是因为我怕吃虧的 是我其实以什么方式去看全职 听着吧 这是我真的这样看 而我事实上有28年侍奉的态度 和生涯是证明我真的这样看这件事 听着吧 就是我一直其实由当日开始 我理解了圣经话语的正义之后 我发觉原来全职就是利美人 原来其实全职 其实我可以用一个字去形容 原来全职是人生里面犯规的 明白吗 我直成觉得 我直成简直是犯规的 如果一个人全职的话 是真的犯规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既然神是真的 神是真的 而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奉神 这个真神更加 好处 更加宝贵 真言第一章第七节 经威尔华视知识的开端 遇网人藐视智慧和吩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求可听出这赤心 信服真理 遵住在导人 带着诚恳 分享他属后因 不计付出 只盼没遗憾 赞众神因 不管有窮途老困 甘心缺义要应奉这身 有着恶 更多一样 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